好 那麼這個俊宇剛剛要講說 如果再婚要預防什麼事 再婚要預防兩件事 有一件事就是我們一般 小支族或一般的民眾都遇到 就像我有勞保 那勞保如果我申雇的話 勞保會給我的太太或小孩 給他遺暑年金 那如果我太太在我申雇後 勞保局給他每個月兩萬的遺暑年金 他就可以領這兩萬塊 可能有一天 比如說有一個遊艇大亨 白藝身家 在我走了之後 然後我太太 因為可能還有資社 然後這個百藝大亨 如果要追求我太太 那我太太可能會心動 可是問題是我太太 要拒絕這個百藝大亨 為什麼要拒絕 為什麼要拒絕 因為他跟這個百藝大亨說 我跟妳做會 如果我們去登記結婚 我就沒有這個遺暑年金了 每個月兩萬就結婚 兩萬 對啦 怎麼就感覺弱弱的 血要死掉 又選那個百藝大亨 可是我太太可能覺得這樣兩萬 一直領下去比較有保障 人是勞保局 所以如果再婚要留意這一點 因為那個就是改嫁再婚 因為我就不是原來的配偶了 他就不是我這個葉先生的配偶 那小孩可以領嗎 就是原配就沒有辦法領 可以換小孩 小孩可以繼續領 小孩只要是未成年 就可以繼續領 或是說如果有讀書 就領到二十五歲 可是太太是領終身 勞保給付最後幾歲可以領 可以領多少錢 勞保如果我們一般的申雇 是領三十五個月 因病申雇三十五個月 最多可以領一百六十萬 整比領一百六十萬 我太太說我不要整比領 我要領年金 那可以 那年金有年金的算法 可能每個月一萬多或兩萬 對 這個是整比領 但是現在有些年輕人 可能遇到執災 像最近不是有爆炸 或是有些意外事故 塌陷 如果是執災 可以領到三百二十萬 最高的話 跟勞保局領那個 執災保險的給付 領到三百二十萬 然後執災 也可以領這個所謂 遺暑年金 那個錢就更多 每個月大概有三萬多 那三位Lady在這裡 你們覺得讓太太可以改嫁的比較好 還是不要改嫁的比較好 來先請假假信 不過我覺得這個事情 應該是要看有沒有遇到對象吧 不是 對啊 就是不管有沒有遇到對象 就是他你至少有個空間 我覺得其實就是有個空間 會比較好 比較好 對 有個空間比較好 所以所以蘇律師比較保守 不過他這樣子也是表示 他對太太用情很深 但是不是說葉老師用情不深 因為像我記得我阿嬤那時候 我阿嬤那時候就是跟在 就我阿公走的時候 他就在那個排位前面 跟阿公討講一些事情 就擲筊 然後擲筊了之後 就沒筊一直沒筊 不知道是講什麼 好像是講錢的事情 一直沒筊 然後我阿嬤後來就說 我已經決定這樣做了 我只是要告訴你 他就擲筊了 擲筊了 那文文呢 我覺得因為你都要走了 人到這一刻就要放下執著 要想開的 因為你也關不中 你好別的 所以還不如 沒有 什麼關不中 我不是會回家給你看一下 那一代孤男女 我是覺得說如果我 我會覺得說我關不中 你化為無形了 你還不如就留下祝福給另外一份 你曾經愛過的人 那這個決定權 應該就交給他來決定 要嫁還是不嫁 那這個立芳呢 我也是跟文文一樣 其實就是尊重 如果對方就是我 就是如果遇到好的對象 覺得反正選擇幸福的方式 有很多種 不管已婚 或者是未婚 或者是不再結婚或再婚 我覺得這是個人的選擇 但是就不要去限制他 了解 蘇律師要不要調整一下 你可以在今年改遺囑加蛋 應該是說我遺囑不會調整 蘇律師七七四十九天會回來 他會回來 真的 有些執著會回來 因為為什麼我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想 是我覺得可能也 我覺得會是很真心的 所以就很難想像 就好像說 我會忘記說我已經死了 應該這麼說 我會忘記我死了 所以這個問題問我 那他改嫁就感覺是這樣 所以並不是 我會忘記我死了 是讓太太不改嫁的原因 原價 所以 你知道我有個朋友 他就說 我都也想說太太可以改嫁 因為老師她說 你就是為了找再娶的理由 你不要騙我了 你不要騙我啦 真的 你這樣會會自己開路啦 對 等等 真的嗎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感谢观看